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講一下Kaboon Cup Kaboon Cup 一個很厲害的演員 盧惠光先生 曾經有人說他是成龍的保鏢 究竟是不是呢? 看到又說被人騙去拍三級片 又說被成龍炒魷魚 又說被人踢斷了下半身 踢斷了頸 下半身動不了 很多他的辛酸事 看到新聞有些話說 給大家一個讚好 他做了很多年 你為什麼要吃煙? 嗯 你不回答我,我就不吃了 誰的學校不讓我吃煙? 是那個 那些,挺有趣的 盧惠光這個人 其實有一個前妻 前妻我覺得挺漂亮的 你有沒有看《古惑仔》 做任達華的女朋友? 有沒有看過? 古惑仔、任達華的女朋友 是大哥來的嘛 你不記得嗎? 不,你哪一套? 《古惑仔》只有一套而已 有兩集的 《古惑仔》有很多集的 有任達華的就好像只有兩集而已 是,他有做過電影明星 哦,那個 哦,那個 那個就是他前妻 是啊 那個挺漂亮的 但看《維基百科》也看不到他們 真是《古惑仔》 不要緊啦 我們只是八卦一下 說到他這麼辛酸,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前妻叫做黎淑賢 黎淑賢 說一下,盧偉剛本身這個人 他說出生於柬埔寨 你經常以為他太子嗎? 柬埔寨出生,泰國長大 就當是太子吧 是 他說中學畢業之後 就有一段時間逗留在泰國 後來因為因緣際會 是認識了李修賢入娛樂圈 哦 別人說是成龍的保鏢 又不是的 原來是史太龍的保鏢 史太龍啊? 國際巨星史太龍 曾經1980年在河東遊玩 盧偉剛負責有關的保安工作 哇 是啊 咦? 他真的是成龍保鏢 因為成龍知道他是打泰拳 所以是請盧偉剛做保鏢 順手拍戲 這樣嗎? 他真的是成龍的保鏢 稍後再說一下他的厲害 很多東西都沒有聽過 人家當年說他被成龍炒魷魚 他就澄清 他說成龍沒有炒我 他有問我跟不跟他上北京 成龍你也知道 現在長年在北京工作 是 他就出名 出名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原來那些肚子是真的 真的是成龍保鏢 另外又被騙過拍三級片 噢噢 他說在菲律賓拍三級片 被騙到菲律賓 他接受訪問時 抑起當時情況 很有火 他說有部電影被賣豬仔 說做男主角 但是原來拍三級 在菲律賓拍到自己哭 真可憐 被人說動作片 原來是愛情動作片 是 靈野 真可憐 哭了出來 有部電影是怎樣的 他說 女主角也是很漂亮的 被男主角做 但原來拍三級 他說 免得說戲名 在菲律賓拍到自己哭 他說 鏡頭前是不是要露屁屁屁 要我老 我老虎蟹都不露 他說 脫下一點點見屁屁 可以嗎 他說 大哥怎麼見 激到我 他說不是說拍這部電影不開心 你要跟我說真話 他說 在香港看女主角的照片 OK 說韓國選美第三名 我不是開玩笑的 去到現場看見一個動起隻腳 他說腳趾捆變 哈哈哈哈 好像 那些人耕耕田 我簡直說粗口 問導演 是不是玩家好我 他說 這場戲 你來做 這是耕田的 那隻腳趾捆變 你怎樣叫我抱著腳來疼 搓他的大腿來做戲 然後我拿電話給導演看照片 他說 你給這個我看 你來給這個我 他說 問我是不是炸你拍 我要做 但我要剝掉 就是不做 他說我也要做 他有做 他翻查紀錄 當年拍過兩套三級片 一個叫肉海花 一個叫機密檔案 才致命誘惑 唉 淒涼 其實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真可憐 原來他的兒子也叫Jacky 是嗎 Jacky 真的Jacky 成龍又叫Jacky 他說Jacky挺好聽 他有一次吃飯 我特意罵他 我很大聲說 叫Jacky 然後說粗口 然後大哥問什麼事 Jacky我現在怎樣 叫你嗎 成龍怎麼了 叫我嗎 做什麼事 就是那些 我不知道 人家 誰叫我 黃貞 他很搞笑 現實生活 我說我不是叫你 我叫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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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龍點頭也沒有 然後走回去吃飯 沒什麼事 他入行 跟成龍合作無間 這裡要講一講 這個人怎樣入行 挺有趣的 是 他呢 在柬埔寨 一個叫上丁省 上丁市出生 老爸是華僑 老母是廖國裔 1975年 逃離柬埔寨 就是內戰 搬到泰國 叫烏龍地利 讀書的時候 是籃球員 籃球名將 想不到 他本身有功夫底 他在中學畢業之後 在泰國一間音響公司做 之後18歲 1977年的時候 他來香港打工 最初做小販 做地盤 他至少崇拜李小龍 就去學泰拳 這麼奇怪 真的 有人崇拜李小龍 去學泰拳 是的 他們不是講緣分 學什麼功夫 是的 像我這樣 我經常都說 想學中國功夫 我學了什麼 就是去學MMA 就是學了 北韓那些空手 泰拳刀 我想練其他東西 我經常都不想學西洋拳 反正西洋拳 我打得最好 在那方面 我當時說 想學菲律賓魔杖 我轉個頭再學上捷棍 奇怪 你說出來就很奇怪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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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你玩一下有多好玩 可能他自己在泰國學習 你想學李小龍的折拳 你學不到 你想學紅拳 問誰 你是可以泰拳 那便泰拳 沒錯 沒有所謂的 天下武功出少林 他泰拳也打得很厲害 厲害 厲害 那他1980年 香港七屆泰拳賽都是冠軍 哇 七屆泰拳冠軍 盧偉光真的可以打得 對 他堅抽的打得 那他便是現實生活的殺家 就是 四大天王 那個 我知道 街霸那個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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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個 他的樣子都很像 之後 經朋友介紹 在本地的一間Disco 叫做Hollywood East 即是河東 做保安 在那裡玩 碰到李修賢 他被他看中 他說入娛樂圈跟我拍戲 李修賢也帶很多人入行 周星馳也是 很多人都被他拔了 明明都是在拔其他東西 其實我認識李修賢的侄子 在油賣地做烤魚 因為那間店是修哥烤魚 那時候去吃飯 他就知道我拍Youtube 然後他就說 我吃東西 經常做串燒給我吃 然後他說 修哥是我舅父 不知道是舅父還是那些 他說 盧偉光第一部電影 叫做打工皇帝 開拓了演藝事業 其實他是兩邊做 一邊做保安一邊拍戲 他入行期間 去到亞視做臨時演員 他參與一部古裝劇集 叫做十二金牌 當時就跟李修賢約滿之際 被他遇到 香港第一大明星 乘龍哥哥 厲害了 乘龍吃過夜粥 吃夜粥 盧偉光那些是全日飯 吃也有 他不是捉水 你知道乘龍的功夫 打不打得 是好看 有人這樣說過 乘龍打不打得 我不知道 他好像貓那麼敏捷 打他也不容易 但盧偉光真的打得 七屆拳王 知道他一直有練拳的習慣 所以乘龍不是聘請他拍戲 乘龍是聘請你做保鏢 在他身邊順手拍戲 吃兩尾 同時參與電影 他跟乘龍合作已經25年了 他做過史太龍的保安工作 1980年 這個人挺出名 出名保鏢 打得 是啊 他是成家班成員 1980年加入了成家班 盧偉光 我沒有看過他翻 他翻 可能沒有 因為泰拳很少做那些動作 硬功夫 但是可能 教他怎樣收 你知道 真的不小心打拳 打拳 就是下把要懂得就厲害 是啊 那些位置怎樣配合 你不是每次都直接去 那些拳 學過東西 要學一些表演用的功夫 拍過很多動作片 09年9月爆出 在沒有預警下被人遣散 是啊 之後 他說盧偉光也有繼續拍電影 這個其實 在維基百科 都沒有跟你說清楚 最新消息就是 他說成龍當日 沒有解僱過他 人家問他 人家說你2009年被成龍公司遣散 他回應 又不可以說炒魷魚 他說這裡要澄清解散 那時候可以說是人生低潮 簡直低到貼地 工樓讀書要交學費 銀行工樓要幾萬元 點工啊 打開銀行寶 剩下好像一半工樓 就在那時候 他 楊少洪 叫我進亞視拍兩部劇 收了二十多萬支票 解決很多事情 他說 因為當時在搞離婚 公司又上了北京 成龍問他上不上北京 我第一句 什麼都沒有想 就說不想 不想 我要看著兩個兒子 說我上了兩個兒子 沒人看 不上又沒話說 就找人聊天 解散 沒什麼特別 他不是炒牛魚 他叫我上去 他不上 他那時候的老婆 叫做黎淑妍 本妮麗 1977年出生 不是大我們很多 四十多頭 不是很大 他是香港女藝人 他是當選亞洲小姐之後 在電視清談節目出現過 他1995年 亞視的亞軍 亞洲電視台亞者亞軍 在新界北區長大 曾經在軍地公立學校讀過書 他曾經跟盧偉光奉紫成婚 公辱有兩個兒子 兩個人在2006年離婚 2007年你知了 對嗎 2007年他就說要搞離婚 有兩個兒子 很生得 做全職老母 其實他老婆的樣子挺好看 不錯的 別人的感情事 他這裏都不說了 算了 別提了 說回景秋的事 盧偉光也不錯 相約昔日的武打影聲重聚 林國斌那些 帶那些二十萬名標 告訴別人有馬頭有料到 也做得不錯 對不對 其實他 下半身動不了 試過踢斷頸 很危險的 當然 他們做那一行 做得好像龍虎武師那些 我是他 寧願拍 咸氣算 不行 大哥 捆變 怎麼撐 被人騙我 對 自己拍 自己拍 你找到對手 找到那些 吃不下飯 對 他說 昔日 因為是很辛苦的 那些危險動作 你不要以為大大隻隻打個拳 就可以 是甚麼 因為有些事情就不到了 我看過一套 他跟成龍最權宜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是 打打一下兩個現真火 其實不過成龍那些NG 都不知見還是流 是不是 打打一下 然後兩個好像真的打架 被人拔開那些 嗯嗯 流流的 你覺得流嗎 我未必是 你話實 大哥你真的要打 他真的要打 現在盧偉剛 不是野小的 一腳踢入 你大拳很狠 是不是 你成龍 我不知道他練甚麼加拳 成龍要打你 那拳打下去 他都未想到 是打還是就位 對 我覺得也是 對 玩一下而已 大家 可能玩得興起 看來以為有火而已 不是 他的NG 很多NG是拍NG 就是這樣說 拍出來扮NG 只是玩而已 盧偉剛原來也有拍過古華仔 有 他做太子 他是太子嗎 對 太子哥 太子哥 打手 有料到 沒有抽到那個 他真的可以抽到 跟我打 雙花紅棍 對 金牌打手 嗯 其實在這個 戰無不勝 和古華仔 這個 紅興十三會 他出過場 但原來 他的角色本身 是有更多的氣氛 但也表示 未能在氣中 和他對打感到軟息 是嗎 是啊 他 這個是 什麼來的 他是一個 武者 也是 好像真的沒見過他有新手 在古華仔裡面 浪費了 真實的一句 雖然拍《古華仔》 有誰可以抽到的 那套戲的角色裡面 其實我想說 你說《古華仔》 是誰可以打的 是 鄭伊健身手不錯 鄭伊健是武術藝員訓練 我知道 但是真的 你說 你拍下去 盧偉剛那些 沒有 不會有的 就算陳惠敏那些 陳惠敏也幾十歲 不要搞別人 即是陳惠敏那些 就算他很久都不會說自己幾抽到的 即是你講抽到的 不會真的在你面前看 那時候他也是很健康的 他真的 每個人都承認他很好打的 他們說 跟禎國劉慧強那些見面 即是黃禎 他說你們成家班 其中一個藝人 當時有個叫陳志強 他說 喂 盧偉剛你這麼好打 不如戲裡面你就當太子吧 真的把那個角色融入 他真的當了太子 是的 還有講到這些電影都是25年前的 不過他可以的 其實那時候跟成龍回去 他未必不可以 其實他自己上大陸登台 好像大佬B那樣也可以 他現在也可以 不過他要照顧兒子 整天都說要 之前是 你說過的時候 個人不喜歡 也是 你做得保鑣那些 你喜歡打拳的人 很死定的 心不喜歡到處去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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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懂泰文的人 很多戲是他做的 他也扮演過不少太子的角色 對 對 他自己也覺得 在古惑仔裡面未能大顯身手 是感到遺憾 是遺憾 他有一場本身是寫給他 是單對單隻抽的 可惜都打不成 之後 九八古惑仔龍爭虎鬥 盧偉光去了美國拍戲 導演本身打給他 盧偉光 這場你要回來幫忙 可惜盧偉光那時候 跟成龍在外國拍火拼時速 有戲中一個角色 就是劇組不放人 盧偉光說很不開心 他覺得那場戲 他打電話來 如果真的拍得好看 後來他打電話回來 都說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就是成為了他的遺憾 盧偉光1984年入行 就38年了 他現在來說 說活躍於影圈 至今而已 沒有戲拍的 沒有戲拍的 其實他還沒退休 有事就找他做 而已 作為動作演員 他是周身傷的 有人你不知道 你以為動作演員才周身傷 你知不知道 在電影圈 有一個人周身都是雙螺絲 而那個人 你猜不到他是周身雙螺絲 你猜猜是誰 周身雙螺絲 你猜猜 成龍肯定是 你猜猜 你猜猜 沒有 我想是李連傑 周潤發 周潤發 是嗎 周潤發 但他那時候是拍什麼 他拍英雄本帥 英雄本帥 他不是拿著槍到處跳嗎 對 他每次跌落地沒有借力 他裏面跌到散了 對 周潤發 周身都是雙螺絲 你猜不到 盧偉光這些動作演員 他說很多次都是受傷 那時候看成龍那些戲 楊子瓶那些 多高跌下來暈倒 那些 你有沒有看過 那時候 成龍我見過那些 不是說他們不知道多少樓 炸爆炸 然後飛下去 然後下面找一些 一大堆紙皮箱 拍真事 對 拍真事 他們都說 一落到來 然後又說 不知我忘記誰了 辭家樂第二是誰 原錶好像 弄傷了頸 感覺到 一些工作人員一過去 不要動 不要動 他都說 就是糟糕 糟糕 當然是鬆的 他都說自己糟糕 他自己都害怕 因為你打新軍 這些 所以他38年來 其實為事業拼搏 他說 做這個動作演員 令到他周身傷 他說 有一次 什麼 剛剛 在訪問之前 才跟小孩子 去藥房買止痛膠布 最嚴重 他又很輕鬆地說 一點都不嚴重 我全身都有受傷 不是嚴重而受傷 很多部戲都被人打得殘 他說我們這些做下把做反派的 開頭威水打人 最後一定會被人打得殘 真的慘 糟糕 之後就問到哪部戲最傷最傷 他說有一次 有一把大風扇 一下子斬下來 暈了幾秒 他說那次暈得最厲害 就是跟趙文卓拍麻雀飛龍 他說 趙文卓 一個360度踢中他的頸 本身是踢肩膀 誰知道是踢歪了踢頸 是 那一刻自己都覺得糟糕了 其實真的很慘 你真的不知道 上上落落 是啊 都說了 大家做龍虎舞師 做動作演員也好 我那時候 我真的做過一次動作演員 一次那麼大把 一次就做兩萬 被呂良慧打到我 他那支棍 他的臨 他有說過給你聽 有 有 其實最危險的是 我怕他會打到我的眼睛 因為他那棍要打到我的額頭 額頭有箭 但你下面就是眼睛 神經病 你看盧偉光這次也是 踢到頸 本身是踢肩膀 比我踢頸 那就糟了 大件事了 一聲就暈了 我想他一聲就暈了 骨與骨之間 一暈 暈了十秒八秒 聽到什麼 白花油 快點去拿白花油 叫白車 頸斷了 這樣就聽到別人這樣說 斷了頸 暈了十秒 自己醒 幫他塗白花油 搓 和潑線 休息了半小時 再打 頸都沒有 命都沒有 你知道 你真是 踢掉 再大力一點 入了 白了 斷了 沒有 好像等同人來玩鎖頸 斷了線 不小心鎖 鎖斷了就再見 你的腦袋下來 那些訊息 他一突然脫掉 一突然脫掉 你突然把所有電腦的線拔掉 就是扯掉 扯掉你的插鬚 真的大力量 其實 自己也想過會在片場出事 始終他這些看得太多了 我聽過 有一個 是嗎 所以為什麼香港沒有動作 現在每個新嬌肉桂 石身至愛 被人打兩天 被人打兩天都不敢拍 還哪有動作 演員 打的 沒有的 那時候有個內地武師 他不是很高 一樓跌下來 硬了一隻踢仔的大陣 沒有了 變了植物人 這個我看到的 他們也看到很多 所以說武師電影中 是最偉大的 數不清多少人進醫院 所以說我抬他們上車會哭 斷手斷腳 見過了 他真的有親手搬他們上車 看著他們的雙手 而我自己拍過的電影 自己也哭 他說 跌下來之後 整個下半身 動不了 他說真的要送到醫院 藝術者出事的時候 他提及 當時不算太高 就跌下去 撞到尾椎 警惕大家 他說 當時因為我沒有帶護具 是難的 所以拍動作演員 那些動作演員 不可以懶 因為這些戲一懶 就出事了 就再勸大家 要玩這些東西 一定要穿好保護護具 是真的 當然 當然 我們那時候要戴護音 踢爆袋 當然 他就是要落你袋 那腳 所以 大家有看過我 一句話說 叫強姦犯 和我拍攝的謝婷婷 他是很大膽 他首先沒有護音 我叫他摺件衣服 在籠底 是 不用了 不用 他信得過我的腳 我一腳放在他那裡 最後一幕 我說 我收到 我收不到 我只是碰到你 入一成力 我說 你真的生不了 幸好那一陣子 勤練功 我不是跟你試過操練的嗎 你拳我往也盡量走 總有不小心中獎的一下子 所以真的 這些是搞不定的 是呀 不能說小心 你被 意外的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你出拳 我閃左右 練西洋拳 我和你夾勢 越打越快 都要中兩拳 沒錯 夾勢 都一定中 沒錯 你有這些無情力 像這樣踢肩膊 誰都踢頸 真是恐怖恐怖 就是 給掌聲這些動作演員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自己是喜歡做 觀眾多做戲的 現在 沒辦法的 沒辦法的 但其實 如果可以拍張毛忌那些 我又可以的 張毛忌那些又不一樣 那些什麼所謂的 當然 那些什麼所謂的 有鬥內力 就是 三個人都在旋風轉 沒有所謂的 那些真的沒有所謂 開心的 反而這些就 搞不定了 搞不定了 絕對尊重 這些網友都說 看樣子都知道 好人 真的要 因為曾經是 香港的動作 是我們香港人之光 沒錯 謝謝你對這個電影圈的付出 我們下節再談 拜拜